好 第二條定義 定義有沒有問題 第三條一般原則 一般原則有沒有問題 沒有 第四條一般義務 一般義務有沒有問題 好 第五條平等與不歧視 第五條平等與不歧視 第六條身心障礙婦女 第六條 第七條身心障礙兒童 第七條 第八條意識提升 好 第九條無障礙 第十條生命權 第十一條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沒有 第十二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沒有 第十三條獲得司法保護 沒有 第十四條人身自由與安全 第十五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入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沒有 第十六條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 沒有 第十七條保障人身完整性 第十八條遷徙自由與國籍 第十九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第二十條個人行動能力 第二十一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禁用資訊 第二十二條尊重隱私 第二十三條尊重家居與家庭 第二十四條教育 沒有 第二十五條健康 第二十六條適應訓練與復健 第二十七條工作與就業 第二十八條是組織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第二十九條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第三十條參與文化生活 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 第三十一條統計與資料收集 第三十二條國際合作 第三十三條國家實施與監測 第三十四條身心障礙者權力委員會 第三十五條締約國提交之報告 第三十六條報告之選議 第三十七條締約國與委員會之合作 第三十八條委員會與其他機構之關係 第三十九條委員會報告 第四十條締約國會議 第四十一條保存人 第四十二條簽署 第四十三條同意接受約束 第四十四條區域整合組織 第四十五條生效 第四十六條保留 第四十七條修正 第四十八條退約 第四十九條無障礙格式 第四十七條正本 以上宣讀 好 現在請問一下委員會 對於公約名稱及條文有沒有意義 是否同意通過加入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審查通過 好 謝謝 謝謝 那有關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夜以審查完畢送交院會審理 請問委員會在院會審理的前是否需要黨團協商 沒有 好 不用 好 那院會處理本案時請推派一位委員做補充說明 王榮章委員嗎 還是我的 好 那就我 好 好 那現在開始審查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請議事人員宣讀條約名稱及條文 兒童權力公約 前言 因為他每條他沒有名稱 全部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第一條 第四十一條 好 前言有沒有意見 沒有 第一部分有沒有意見 好 再來 第二部分為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五條 好 第二部分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第三部分為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四條 第三部分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結束了 好 請問委員會對於公約名稱及條文有沒有意義 是否同意通過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是否同意通過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好 沒有問題 有關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業已審查完畢 送交院會審理 請問委員會 院會審理前是否需要黨團協商 沒有 院會處理本案時請推派一位委員做補充說明 還是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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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都一直看王榮章 看得很麻糬 好 再來 那再來就是審查護照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有關請議事人員宣讀條文 第一條 各媒意見 第二條 等一下 剛剛有提 第二條的部分 沒有齁 沒有齁 在哪裡 那是第三條 那是第三條 那是第三條吧 宇原來的條文第二條刪除 剛剛委員的提案 那個有一個修正動議 好 請 第二條條文刪除 沒有齁 你剛唸第二條 他現行條文第二條 他來的是刪除 他要刪除 喔 那個外交部說第二條要刪除是嗎 沒有 第三條是委員的提案 我們是不是直接跳到我們要修正的條文就可以了 第三條 我們第三條的修正動議就是本條刪除 外交部 沒有意見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好 那外交部修正條文的第三條裡面就是刪除 因為這邊有提案委員 好 再來 修正條文第四條 修正條文第四條 本條例第六條所稱 具有我國國籍者 應減負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以為證明 一戶籍藤本 二國民身份證 三戶口名簿 四護照 五國籍證明書 六華僑登記證 七華僑身份證明書 八父母一方具有我國國籍證明基本人出生證明 九其他經內證部認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七款之華僑身份證明書 如系持平華裔證明文件向喬務委員會申請合法者 應並提出前項第八款之證明文件 以上宣讀 好 那個第四條的部分 各位有沒有意見 條式也要變更對不對 十三條變成第四條嘛 好 最後一次再處理 好 第四條沒意見 那就通過 再來 修正條文第五條 好 外交護照包括本條例第九條 鎖定人員派駐或前往無邦交國家或地區所持用 具有外交性質之護照 以上宣讀 請問各位沒意見 沒有的話就修正通過 好 再來 修正條文第六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 但書規定換發護照效期 依原護照所餘效期核發 第六條各沒意見 好 沒有的話就通過 修正條文第五條 刪除 第五條 刪除各沒意見 好 沒有就通過 再來 修正條文第六條 刪除 修正條文第六條 各沒意見 好 刪除 通過 修正條文第七條 刪除 第七條 刪除各沒意見 好 通過 修正條文第八條 刪除 修正條文第八條 刪除 各沒意見 好 通過 修正條文第九條 刪除 修正條文第八條 刪除 各沒意見 好 通過 修正條文第十條 各沒意見 好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刪除 修正條文第七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法定代理人 指有權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父或母或監護人 及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 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 法定代理人之其中一人 應提示身份證明文件證本及影本各一份 並在該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護照申請書上簽名 身份證明文件證本於驗蔽後退還 好 第七條的部分各位沒意見 好 沒有就通過 那這個也涉及到條次變更對不對 好 再來 現行條文第十五條刪除 十五條刪除各門意見 好 沒有意見通過 修正條文第八條 護照應有本人親自簽名無法簽名者等於案指印以上宣除 第八條各門意見 沒有通過 它有條次變更 現行條文第十七條刪除 十七條刪除各門意見 好 現行條文第十八條刪除 第十八條刪除各門意見 好 謝謝 現行條文第十九條刪除 十九條刪除各門意見 現行條文第二十條刪除 二十條刪除沒有意見 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刪除 二十一條刪除各門意見 好 再來 修正條文第九條 護照效期自核發之日起算 以上宣讀 第九條 好 沒有意見 好 再來 修正條文第十條 護照用照片應符合國際民行組織規範 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照片之規格及標準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條各門意見 好 通過 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刪除 二十四條刪除各門意見 現行條文第二十五條刪除 二十五條各門意見 沒有 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刪除 二十六條刪除各門意見 好 沒有 再來 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刪除 二十七條刪除各門意見 沒有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護照資料頁記載事項如下 一 護照號碼 二 持照人中文姓名 外文姓名 三 外文別名 四 國籍 五 有戶籍者之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六 姓別 七 出生日期 八 出生地 九 發照日期及效期截止日期 十 發照機關 十一 駐外管處核發之普通護照 增列發照地 十二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向第七款及第九款之日期 以公元年代及國立月日記載 以上宣讀 第十一條有沒有問題 好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護照中文姓名及外文姓名均以一個違憲 中文姓名不得加列別名 外文別名 除有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四款 應變更外文姓名 另有規定外以一個違憲 第十三條有沒有問題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原住民怎麼辦 原住民這個會不會影響到 原住民因為現在 原住民有的人用中文 有的人是用羅馬拼音等等這些 原住民在這邊可以使用嗎 報告委員 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尊重原住民 可以直接用他的羅馬拼音 直接音譯過來 不受到這個限制 那你們要自己 你們自己在實行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嗎 因為他們有的時候的發音 等等這些 我們是尊重他們的族群嘛 我們接下來